請問你們是哪裡來的啊? 東大學生 喔!東大喔? 那裡沒那麼十幾 所以老師有沒有你的學生 他們來這裡試著在這裡擺攤 不是,我是這 這不是學生,這是同仁 同仁喔?是啊 這純屬個人興趣 你看有沒有要落跑 原來這個市集,它其實就是 在地的一些人家 或者是一些手工產品 那它希望能夠 營造一個我們稱之為區域特色 那剛好這個綠色隧道 它又是非常 大量的一個景觀公路 那在這個市集 剛開始成立的時候,它其實並沒有知名度 那後來是因為 一些有心的人士 透過社區的總體營造 然後再加上結合一小部分 在地的經濟活動 所以形成了一個 外界也很少知道的一個 就是說這個市集 因為它不是天天舉行 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名字 2626 這個2626市集 目前的這個攤位的話 大概以台東縣的為屬 那我們不管是 包括陸野這一代 觀山池上縱古這一縣 連東海岸的 那上這些年來 連花蓮 玉璃啊 都有一些夥伴來這個地方設攤 那我們現在的概念 你認同我們這個市集 你只要透過申請 我們簡單的審核之後 你就可以來這個地方設攤 那之所以會帶學生來的一個關鍵 是在於 因為我們在課程上當中 我們都一直希望 學生能夠認識在地的生命力 那這種生命力 包含了一種對自我鄉土的一種認識 跟一種情感 繼而希望它能夠變成一種小型的經濟活動 然後呢 能夠讓遊客 或者讓外地的人 能夠理解當地 或者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消費地方 感受這個地方的氛圍 台東現在目前有很多的 這樣的小型 小規模的活動 所以呢 透過課程 防護讓學生 有一個非常實際接觸的一個經驗 所以就是說 你在課堂上談論的一些構念 還有一些做法 你不如直接把學生帶到現場 讓他們看一下 這邊的一些商品 其實跟外面的商店是不一樣的 它全部都是手作 那這個東西其實非常 那我們就是說 台東它其實非常有人的溫度 那在這樣的事情 其實可以讓學生知道 為什麼會有一群人 在那麼稀有的時間 一個月才只有兩次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那他們尋求的是什麼樣的 一種消費模式 所以我們當初 當初在想說 第一個要活化這個 我們武林立社隧道 第二個我們想要扮演的是 區域型的一個 產業型的平台 所以我們大概從 民國98年 我們創了一個叫 陸寮咖啡節 後來慢慢轉型 變成社區的假日市集 那當初取2626 事實上想的是說 讓大家能夠印象深刻 記得的一個 農村型的市集 所以我們的2626 則是每個月 第二個禮拜六 下午2點到6點 所以叫2626 那2626市集的來由 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市集到現在 已經邁入第四個年頭 那事實上 也有反應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說我們慢慢的 到今年第五年 像我們在去年的情況 已經把2626市集 再把它升級 叫2626的2.0版 那這個2626的2.0版 這樣指的 現在的台東2626市集 應該要講是 每個月雙週六 下午2點到6點 那就是第二個禮拜六 跟第四個禮拜六 我們在五林立社隧道 有這一個很特別的 農村型的市集 那不過一直以來 我們這一個市集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環保 那這個市集 我們盡可能的 不用發電機 沒有音響 我們盡可能鼓勵店家 開始撿用塑膠袋 那開始鼓勵大家 用更環保的方式 來這個地方走保 那我們可以更自豪的是 這一個市集上 那我們就都 目前這樣都沒有在申請政府的補助 我們用社區的 社區的志工 那我們 攤位來大家是一家人 共同整理環境 自己帶自己的 涉攤用的這個桌椅之類的東西 它是永續在經營 時間一到 大家來涉攤 時間結束 待會也可以看 我們的市集結束之後 乾乾淨淨的 現場沒有任何的熱身 那就讓這一個空間環境 變成大家每個月 兩次的一個約會 在武林立社隧道 也變成了一個 東台灣還蠻具特色的 台東2626世紀 我是住 杜蘭水網上林 哇你杜蘭那邊過來了齁 對對對 所以說大家都 很同心 沒有在那邊計較 也不會像 從那邊訂到 一年半了 之後我退休了 結果也是認識大家 這樣來來去去 變成好朋友 對對對 他這邊擺攤位要付錢嗎 一毛錢付啊 哦 所以這樣鼓勵大家 我很尊重這個理事長 發展協會理事長 做人成功 一毛錢給我們吃 提供機會給大家來 還要交通指揮的 要邀請他們 你看看 我們覺得 對他們蠻有欣慰 我本來是剛開始 是從還好端端市集 然後就有認識幾個部落的朋友 他們有去別的地方擺市集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想說出來走走看這樣子 像這裡的人潮各方面感覺怎麼樣 人潮滿多的 所以說 有時候 他們發展協會有時候也會接遊覽車 你來2626多久了 兩年 兩年 你覺得2626目前他做得怎麼樣 很好啊 很好啊 客人蠻多的 客人蠻多的 他來的大概都哪裡的 不一定有時候是外客 有的是遊覽車的話 有的是台東市區裡面過 其實也可以藉這個機會去瞭解 就是說 原來這邊的市集 它是販賣的東西 其實是 在很多地方不見得是人 所以它有一些西洋性 那 也透過這種手作的溫暖 傳達一下 就是 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 對商品的一種期待有關 所以這個也是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之下 是 除了一種信任之外 最重要的是 商家他會透過介紹他的商品 然後或者是說 他自己不管是手工製作 或者是他自己所耕種 或者是說 什麼樣的方式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可以讓你 消費者直接面對製造者或生產者 那這個呢 會讓你的商品會有情感 而不是只是一個 香蕉啊 麵包啊 這樣的東西 對 它是有一種情感 然後呢 雖然它的價格 不算便宜 但是呢 我覺得如果透過購買的行為 消費者如果認同 他們的一些 對這個產品製作的理念 進而成形成一種 穩定的關係的話 其實很多會來2626的 除了觀光座的製作 其實台東在庭的人 不少人會來這些去逛一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認為在現在非常強要快速 生產的消費模式當中 這裡有一些人的溫度 還有一種在地特色的風情 在這裡 都會有很多 是 在這裡 有些人的尺寸 有些人的遊客